一星期二過又到了離地中環的時間 大家好 我是主持Titus 哈里法斯國際安全論壇 可能是全球討論國家安全論壇當中 歷史最有久之一 今年論壇主席說 俄羅斯侵污是全球所有聯局的罪魁禍首 認為一旦解決 就什麼國際問題都能迎刃而解 是不是真的這麼容易呢? 所謂Krings四國試圖重新定義所謂民主 他們想推出的民主軟像又是什麼呢? 他們又哪有這麼把炮和西方行之數百年的民主國家分庭抗禮呢? 總統 新定義 we have brought over 300 leaders from more than 75 of the world's democracies to Halifax for what I like to call their annual dose of moral clarity. This year, that moral clarity feels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before. And this violent new era of global conflict that we are experiencing can be directly linked to Putin's illegal invasion of Ukraine in February 2022. Putin's aggression gave bad actors and rogue regimes permission to challenge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our democratic values. The simple truth is that when Putin fails in Ukraine, solving all global issues will become easier. Our goal this weekend is to show that China, Russia, Iran, and North Korea, who we're calling the crinks, is showing them that our resolve cannot be shaken. When democracy is working together, there is no challenge that cannot be met. 好,今日我們的嘉賓分別是Andy, Andy是港家聯政策研究員,Andy你好 是,大家好 另外就是Sam,他是地緣政治學者來的,Sam你好 Hello,大家好 好,說到國際關係,你知道我們有很多英文,所以簡寫如Code那樣 G7,G20,BRICS,ACN,不忘多樣 今年第十五屆哈利法斯國際安全論壇有一個新的宿舍 就叫做Krinks OK 那就是四個國家,中國,China,俄羅斯,Russia,伊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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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韓,North Korea North Korea就拿了兩個字母,所以就是Claims OK 那這個,這個東西挺有趣的,OK 然後它整個論壇,三天,上個週末舉行的這個論壇 就不斷都在說,Victory in Ukraine 就代表什麼 那可以解決這個亞太問題,解決緬甸內戰 跟著耳巴衝突又搞得怎樣 那,我想somehow你們,因為其實都幾多Symposium 我相信大家沒有看完,OK 但是大家覺得這個Approach,大家怎麼看呢?首先 Sam先 我先 是的 我覺得,例如它用這幾個國家串連去說整個環球的格局 其實都有它的道理,其實它背後的核心意義是說 現有的世界或國際秩序是這樣的 而這些國家其實也是嘗試去搖動這些本身有的世界秩序 包括我們說區域裏邊的政治平衡 包括我們說經濟貿易的關係 以致到更加重要的就是我們整個國際法裏邊對於主權國的理解等等 就是邊界的確立等等的理解都有影響它 尤其是它在會議裏邊都很強調俄羅斯的角色 俄羅斯其實在近年裏邊的俄烏戰爭裏邊其實都很明顯地 就是西方國家原初不是很願意直接介入 到後面都是要介入的原因其中一個就是包括除了烏克蘭如果失守 其實代表著可能整個東歐的那個本身的邊界格局有打破的權力平衡 第二個我覺得更加重要的就是為什麼它會介入正正就是 如果一旦被俄羅斯這樣得逞的時候 其實本身那種帝國主義復辟或者我的權力事業擴張的時候 那種的姿態或者習以為上的這種做法 其實反而就是西方正正最不希望會發生 就是這件事正正在搖動本身整個世界原本已經相對穩定了的那種現代主義國家和國際法的那種概念 那種國際秩序搖動了呢 那其實我想整個會議裏邊都很明確就是希望要重新各國的信心 就是對於國民對於世界秩序穩定的那種信心 我想Krains的意義其實都是找一個名字串起他一個新的邪惡俗心的幾個作用 其實這四個國家講了很久,講了很多年其實這個問題 特別是講伊朗和北韓 基本上是兩國際財商客 俄羅斯當然也是有份 特別是在攻打烏克蘭 拿了克里米亞之後 我意思是2014年 那現在的狀況呢 會議裏面說是否解決了烏克蘭的問題 打贏了俄羅斯 那就是解決了所有其他事情 我覺得反過來 其實是有一點反過來的 是因為突然間在烏克蘭這個位置 當然剛才阿Sam也說了那種地點上的重要性 地理上的重要性 但導致到的問題就是一種牽扯 當主要的軍力去應付俄羅斯的時候 所以其他的這些演員有機會可能可以有機可乘 特別是說 為何克蘭斯會在這個時間 會 去襲擊以色列 或者說北韓 其實也試射了一輪導彈 或者是台灣這邊 那其實是否中國也趁這個機會有機會攻打呢 當然他這個會議 我想在定題的時候 還未發生習近平去出訪美國這件事 現在一出訪完 大家就覺得好像打的機會低了 降了溫 但是在他定題的時候 那個世界似乎就是覺得有一個牽扯在這裏的時候 特別是當以色列那邊發生了問題的時候 美國的那個軍力好像就牽扯了去了歐洲的地中海 剩下多少軍力可以頂得住 在台海這邊的局勢呢 或者南海這邊的狀況呢 中國如果真的想使用它的軍力擴張 擴大它的影響力 這樣的時候 究竟美軍在 西太平地區可以做到多少事呢 這個是一個很關鍵 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如果 俄羅斯要搞定解決 那你就證明了幾個東西 一就是 西方世界或者民主世界的確團結 是可以堆壞你的 然後第二件事就是解決了 就沒有了剛才說的那種歪斜的問題 所以軍力就可以回到印太區 再者就是 中國是不是也要看一看 你整套系統 學俄羅斯學得那麼足 的時候 你的師傅玩完了 那現在 你是不是還要玩呢 那理論上是有這種作用 我想其實 中國學俄羅斯 還是俄羅斯學中國呢 這件事值得相確的 我就可能 想想想 想想想 另一方 不過我想 這個相對來說 不是那麼重要 我想點出 其實就是 Peter Van Praag 他的安全論壇主席 他在那一段說話裏面 其實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 他 Putin的 aggression 是被 bad actors and rogue regime permission to challenge the rule-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即是被這些 流氓政權或者 邪惡的 這些惡國 是給了一個機會 一個理由 一個批准 讓他們去搞亂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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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規則 規則為主的 國際 國際秩序 我想這個會是他 整個的重點 That's why 他認為 普京的 Walanshu 就是他 令到 就是 令到 就是 令到一切容易解決的 一件事 你怎麼看 他這個觀點 會不會其實就是 因為普京可以做這件事 接著我 哈馬斯 或者中國 我又可以做這件事 於是哈馬斯可以 屠殺1200人 或者中國可以攻打台灣 其實我想的意思是這樣 我覺得 那件事 他為何 故意這樣 可能 世界各地已經有很多 可能會有 不同的恐怖 或者恐怖主義的 組織 有些不同的 這種使用武力的組織 等等都有 但是他怎麼要點 就是刻意點俄羅斯 我想其中一個重點就是 俄羅斯本身 在國際體內 是佔一個很重的地位 包括他在聯合國安理會 都是一個重要的國家 同時間 就是最簡單 他們在國際關係內 本身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而一個在玩一個國際遊戲 主權國單位的一個遊戲內 他都做出一些行為 和一個 大家都不太承認 他是一個主權國的一個恐怖組織 做一些行為 是有分別的 意思 最簡單 有法定 在一個法定的武力機構 過分地用武力 和一個 持牌爛仔和爛仔的分別 香港人都會清楚 如果用這個比喻的時候 你見得到 你黑社會使用武力 你都覺得這個東西是有問題的 對比著如果本身是一個執法機構 而去濫用武力 其實那個問題可能是更大 我想他點出那個問題是在這裏 很有趣 想回應一點點 Andy剛才說 俄羅斯 如果簡單來說好像似作勇者那樣 他的侵污的行為行動 就令到整個世界格局的軍事平衡 就牽扯了不同了 而剛才Andy說的比較多些 就是可能牽扯了本身 美國在北約等等的部署的軍力 或者繼而令到中東 好像空缺了一些的軍力 類似這種說法 我想補充多一點點 其實整個世界格局的而且確 剛才講的幾個國家之間 是千絲萬縷的關係 繼而牽扯到 戰爭其實不僅止在俄屋有戰爭 也不僅止中東 現在講的以下戰爭 有一場戰爭可能大家比較忽略了 正正也是俄屋戰爭而引發的 就是間接地引發的就是在高加索地區的 亞塞拜疆和亞美尼亞的戰爭 其實那個背後本身很有趣的 就是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疆這兩個國家 亞美尼亞其實是一個傳統的基督教國家 但是它又是一個民主選舉的國家 但是很有趣的這個國家其實和俄羅斯是非常親近的 亞塞拜疆相對地就是和土耳其很親近的國家 就是和聽眾科普一點點 就是亞塞拜疆是和土耳其很相近的 原因在於因為它兩個都是特缺民族的國家 就是同民同種那麽 在這樣的格局底下 兩個國家本身是互相有一種衝突的關係 在於因為大家都claim在別人的國土那裏 是有一塊非地是屬於自己的 就是一直以來亞美尼亞都claim在亞塞拜疆的境內 有一個叫納卡爾諾卡拉巴克的一個 就是在亞塞拜疆境內的一個非地 就是簡單就叫納卡那樣 那個地方以前一直以來 亞美尼亞是因為有俄羅斯的兵在後面撐腰 所以它都是可以在亞塞拜疆境內 延民延武的 建造一條走廊是直接是可以由亞美尼亞直鏟進去亞塞拜疆 去到那一塊非地控制住那裏的 正正是因為現在 俄羅斯的兵力根本就掉走了 不僅是美國的兵力掉走了 而俄羅斯的兵力都集中了 俄羅斯的兵力都集中了 要供到亞美尼亞那裏 就claim 除了拿回納卡地區之後 供到亞塞拜疆 就是供到亞美尼亞 就拿在亞美尼亞那邊的 就是亞塞拜疆claim的非地 而背後正正的原因就是 因為那個軍力就重新洗牌之後 就令得這件事會發生了 而這件事的發生其實也都在影響後面 我可以給一些背景資料 為什麽有和哈馬斯和以色列的關係有在 就正正因為亞塞拜疆佔了亞美尼亞那裏的時候 而亞美尼亞的邊境其實和亞塞拜疆 其實都和伊朗的北部是接壤的 而接壤的時候 亞美尼亞和伊朗其實也都是關係很密切 就是很有趣 因為是一個最古老的基督教國家 亦都是民主國家 但是偏偏它是和俄羅斯和伊朗是非常之關係密切的 而伊朗和亞美尼亞其實在邊境有很多 包括石油和其他的貿易是透過邊境去進行的 而現在因為亞塞拜疆佔了那條邊境 就建了一條亞塞拜疆和土耳其控制的走廊 是穿進亞美尼亞 換言之鎖了亞美尼亞和伊朗之間的邊境 導致伊朗多少是有一種地緣政治上有一種不安全感 它自己北部的那條邊界其實不受它控制 同時間它也都看著美國準備蠢蠢欲動 去拉攏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建交 其實整個本身中東三國平衡的關係 其實伊朗是更加感覺到被孤立的 所以爲什麽也都是在這個這樣的時刻 會是由伊朗在支持的哈馬斯的力量和以色列 發生了這種衝突 其實後面追回一條線的時候 亦都是可能最初正正是俄羅斯 開始了整個世界格局的不同 這個不同除了軍力的影響了之外 亦都是影響了全球的貿易和能源市場等等都影響了 我想我補錯一個問題就是 在Harafax這個會議的時候 其實它那種說法是很在我們國際關係中 所謂說是自由主義的看法 是好像這個世界真的很規定的 這些規矩是很重要的 你覺得一定要守住它嗎 不可以說它是錯的 但是問題是所有這些規矩在國際關係中 其實最終都是要有一定的現實實力 包括軍事,特別是軍事 亦包括經濟政治的一些背景 這樣合起來之後 這個秩序才可以說得上是存在 這是很簡單的問題 為何現在中國仍未打台灣呢 為何要走到美國 好像死狗半季的姿態呢 只是姿態而已 但當然是否真的讓了什麼也不能見得 但是那件事就是實力問題 中國經濟是不行的 於是你要求外援 放我一馬 你不要制裁都很重要 這些高科技都可以放你生老 現在的狀況 俄羅斯那件事 是的,它是侵略了別人 然後接著去 於是大家應該要支持河克蘭丹 但問題就是 打到今次今日大家都看到 俄軍其實已經散了 現在打到是強硬消耗戰 於是消耗到就是 剛才Sam說的問題 在高科索地區的骨力都受不了 不能夠維持 在中亞地區之處的影響力 大家可以看到 同一時間的關係 是否真的 Krains之間是 互相結盲互相真正支援呢 有些地方不是的 即是伊朗可能提供很多 所謂叫做 SHAHAT 中 即是那些自殺無人機 沒錯,無人機 或者是北韓 在提供彈藥 但問題是要交換 要賣戰機給伊朗 要給一些技術給北韓 或者可能找些糧食過去 你知道北韓經常都不夠吃 OK 中國在這種狀況之下 是否真的和俄羅斯有而無上限 還是你沒有時間 就開始割你中亞地區 那些本來是你後花園的地方 即是中間那五個斯坦 是否現在變成了和中亞 有多些密切往來呢 所以我覺得 哈利法斯這個會議的說法 他作為一個包裝 他當然也會用這種說法作為推遲 但當我們要認真看整個格局 在一個很真實的現實主義的格局 可能不是這麼簡單 一個cranks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我想某程度上的確 所謂 rule 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都某程度上是視乎各大強權之間 他們自己背後會不會 在某程度上是 背後會不會有一些交易 一個很好的例子 可以說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 國理論上有否決權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根據某一些規章 其實若果那個議案是關乎自己國家 例如說俄烏戰爭的時候 俄羅斯的否決權是不用得的 但是問題就是 自從聯合國成立以來 這一條例基本上是沒有人用過 也沒有人理過 直到最近好像俄羅斯實在太惡 於是有人就出來抗議 一定要不准俄羅斯使用否決權 在他自己的議案上 等等 但其實已經有在那裡 就是這樣 我想在某程度上 我想Andy所說 所謂有一定的實力情況之下的 rule 是會跟隨 這個的確是事實 當然我想這個問題可能是 究竟如果以一個 以整個的 即我們現在不只是說 軍事實力 又或者 誰打得誰 我們在說的可能是 整個國際秩序 它存在價值在哪裏呢 還有它會不會 例如它崩壞的話 的確會對很多不同的國家 有很多 怎樣說 有些不太好處 就是這樣說 我相信應該會有一個理由 於是我想 其實我會帶到另一個問題 我想我們會在下一節說的就是 Krains為全球國際秩序 帶來了什麼挑戰 以及這個國際秩序 究竟可以怎樣維繫下去 那麼我們下一節回來 就跟大家再談過了 結果 書 總統